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的一些團體服事業常用到的擱置機 以及我們雙工位平燙機 那我們所需要的準備就是一台雙工位平燙機 還有這台擱置機 那我們團體服常需要的膠模有哪些呢 基本上我們常用的是PU膠模 但我們還會有一些像反光模啊 或是金蔥啊 植蓉等等的膠模類 那我們今天有準備的是金蔥還有PU膠模 那我們等一下還要準備就是我們的衣服 我們選黑色跟白色T恤 然後再來就是我示範如何使用這些設備 好 做我們團體服單色膠模 我們最需要的設備就是我們的擱置機 所以我們只要選取好我們的塗檔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軟體按切割 它就會割我們的單色膠模 那我接下來教大家如何使用我們的擱置機 再來我們需要用我們的專用軟體 這叫文太切割器 然後我們只要選取好我們的塗檔 我們塗檔只適用AI、CodeDrawl 還有我們的CAD的檔 它走的是向量檔 所以我們只需要確認我們塗檔之後呢 按下切割 然後它就會傳輸到我們擱置機 做我們的切割動作 好 它現在擱置完成了 我們只需要把我們需要的裁切下來 然後裁切下來之後呢 我們要把不需要的挑除 挑除完成 就是可以直接去做燙印 它透明的地方是我們的離型模 割完我們的膠模 以及挑完我們需要的膠模之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雙空位平燙機 來燙印我們的衣服 那我們雙空位平燙機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它是左右平排都可以做燙印 等於意思是 我現在在這裡燙印的過程 壓下去 我可以在這邊擺 這邊擺 在這邊壓 壓完 換這邊壓 這邊收 它就可以快速的量產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操作 我們先擺 我們第一件衣服 擺上去 對好我們的位置 然後我們的膠模對齊 擺上我們的耐熱片 然後推過來 放壓 在壓的過程中呢 我們再把我們第二件衣服擺上去 擺上去 我們一樣 對好我們的位置 然後這個時間到了 它會自動彈起 彈起是不是還很燙 所以呢 我們可以直接再推過來 把這個耐熱片再塗上去 同樣的方式 一樣壓下去 那這邊 我們就可以把衣服收起來 我們再擺第二件衣服上去 好 我們燙完之後上面會有透明的膠片 我們等它冷卻之後 我們就把膠片撕除 好 有沒有 我們的金蔥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不要再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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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